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11月11号的百歌重报 今天的法庭非常热闹 因为有两大案件将进行裁决 第一是纳吉的SRC案件 法官将宣判纳吉是否表罪成立 另外则是土权党路柄法庭挑战华旦学校是否违宪案 而百歌也会为您及时更新消息 接着来看各报头条新闻 新报及中国报头条都给了单容彼爱补选 但角度不同 新报讲的是 这次竞选出现许多假新闻 警方已经开档调查 包括涉及西蒙和国阵领袖的煽动性言论 中国报头条是 行动党秘筑长林冠英的说法 他坦诚 党基层为卡敏助选的确出现不满情绪 不过还是强调团队合作 新州头条则是给了霹雳王储 最近盛传霹雳政权可能倒台 不过王储表示 选举结果跟现在大同小异 反问为何要浪费时间 而不是集中力量提升霹雳州的经济 官民日报关注了轰动全国的新商文行脚车 八少年被撞死案件的后续 柔佛检察署不满女被告无罪提出上诉 而且他们坦言并非是受到家属的压力 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昨天晚上在丹荣比爱选区北干纳纳新市镇出席西蒙政治讲座 并为财长林冠英辩护 针对拉门大学学院拨款课题 蔡天强指出 拉大不归财政部 而是由贸销部管理 因为拉大隶属社团注册局 他也强调 拉门大学学院设立直出 创办人已经定下信托人必须是独立人士 不能有政党背景 但现在信托人全是马华领袖 所以蔡天强说 只要拉大改为独立机构 政府不会赶尽杀绝 马大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 坚能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蒙教授 将来只言不会批评政府 早前他才说 马哈迪是实权财长 日前出席经济论坛时 在狠批新经济政策 土著商业社群 和土著经济强化议程等等的种族政策 在过去40 50年 对企业发展以及马来人和非马来人都具有负面影响 他举例 1969年到2008年 有线公司的辅助行动和股本所有权报告 土著股权在1970年的确逐步上扬 不过到了1990年就没有显著增加 同时他也质疑西蒙重提土著政策 只在分享繁荣愿景政策当中 看到的还是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恶分法 而针对非土著企业没有致力辅助土著的课题 埃蒙也反击说 企业不是为社会和福利工作而成立的 而是出于利论 如果他们专注于辅助特定族群 那么该企业将会破产 因此埃蒙认为 企业不应该和社会工作混为一谈 最后来看 为华教募款的泰恶新州华教议员 上周六替 华人中学筹获125万令吉的教育基金 成功突破原定的100万令吉目标 这次一眼共赢开了188席 并且获得全国各地超过2000名热心人士的参与 而筹获的款项将用来提升教师福利 教学器材设施以及作为奖助学金基金 董事会也将善用一款来提升行政楼以及教师办公室 那么今天的情报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